AudioJungle 文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 为了使社会中每一个社会工具系统都能正常运转 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最大潜能 也就是每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 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都能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状况 那么就必须尽量做到 一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力量 要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状态 即行政力量等于市场力量 二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力量 也要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状态 即理念力量等于行政力量 三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力量 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状态 即理念力量等于市场力量 为了更形象一些 我们可以用图形将上述的结论示意如下 在下图中 我们假设等边三角形ABC的三条边 分别代表不同的三个社会工具系统 其中两条虚线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外系统 一条实现边则代表本系统 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两个外系统的力量相等时 AB等于AC 本系统内部相互对立的第一律则定律或法则和第二律则也呈相等的状态 BO等于OC 我们再看下图 由于两个外系统不平衡 ACAB则它们对本系统的影响 两条线段在BC上的投影也大不相同 从而导致在本系统中 第二律则的力量 要强于第一律则的力量 同样 若反过来 ABAC则在本系统中第一律则的力量 就要大于第二律则的力量 同样会导致本系统内部的失衡 我们知道 某一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失衡 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的话 将会最终导致这个社会工具的解体 详见第四章中第一军衡原理 同样 如果某一社会工具 遭到严重削弱甚至解体 那么这将极易导致 另外两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失衡 并最终导致它们的解体 因此 从整个文明社会内部来考察 若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力量 大致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则不仅每个社会工具的寿命都将延长 而且整个文明社会 也将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 从而整个文明社会的寿命也将延长 这个文明社会的结构性的原理 我们可以简称为文明社会的结构均衡原理 也可称为文明社会的第二均衡原理 符合了结构均衡原理 或者说 符合了文明社会第二均衡原理 文明社会就能健康发展 良性发展 违反了结构均衡原理 文明社会就会出现故障 出现运转失灵 甚至处理不好 会导致整个文明社会的结构 当然 我们还应牢记 这个第二均衡原理从本质上来说 是为第一均衡原理服务的 或者说 是从第一均衡原理派生出来的 它对文 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 是通过影响第一均衡原理来实现的 最后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个第二均衡原理 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 可能的表现形式 我们从功能领域和功能机构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 最简单的均衡形式 可以表现为凯车的归凯撒 基督的归基督 例如 在宏观社会功能领域中 政治领域完全或主要归行政管辖 经济领域完全或主要归市场系统运作 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或主要归理念系统来主持 其次 稍复杂一点的均衡形式可表现为 在社会上众多具体功能机构中 大约三分之一的功能机构归行政系统主办 三分之一归市场系统主办 另三分之一归理念系统主办 例如 安全领域中的医院 提供医疗救治的归行政系统组件 提供高层次保健服务的由市场系统组件 而研究疑难病症 研究新药物及医疗保健发展方向的 则由理念系统来组件 在比如 经济领域中的企业 有的企业事关生死的归政府控制 有的企业归市场系统经营 还有的企业如环保内的归理念系统操办 再比如意识形态领域 拿报刊杂志来说 有的归政府办 有的归市场系统办 还有的归理念系统中的不同思想流派各自办 再次 更复杂一些的第二均衡原理的表现形式是 社会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功能机构 都由三大系统共同组件 并构成一种相互衡的机制 例如每一所法院 律师之类的都由市场系统提供 法官都由政府提供 而负责裁决的陪审团 则都由理念系统提供 再如每一所学校 基础设施建设都由政府负责 流动资金都由市场系统负责 换回广告效应 而教师则都由理念系统负责 当然 还有人们非常熟悉的三权分立式的制衡量机制 在每一层级的政府机构中 执法由行政系统负责 立法由市场系统通过 院外集团通过赞助选举负责 而司法则由理念系统负责 总之 三大系统相互制约 相互补缺时宜的均衡原理 从理论上来说 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而且 一般来说 在一个具体的文明社会中 即使是一个理想的 和谐的文明社会 往往上述的三大类均衡模式 同时混合存在 只采取单一等均衡模式的文明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成本其其他原因 图表搞了一天也搞不好 好 好 好